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轮位在台东县泰玛里乡 一旁耸立着美丽的丹大武山 另一侧则是广袤的太平洋 金轮绝佳的地理位置 作用令人惊现的自然景观 画面中的金轮路 曾经是台九县南回公路的必经之路 在历时17年的道路拓宽赶上工程之后 在2017年底退居二线 但仍有不少熄来攘往的车辆 游人或行路的人选择在此休息 如今南北通行及运输的重要功能 已被号称全台最美的高架桥 金轮大桥所取代 行驶在金轮大桥 可以一览绝美的湛南海景及绵延山景 也让金轮多了一个新的打卡景点 根据荷兰时期的文献记录及部落其佬的口述 可推知 金轮熙流域早在16世纪末叶 便是非常活络的部族前移社会 其中多数是使用排湾族语的部落 这些部落的后裔 在日后被粗略的划分进东排湾系统 历经了数百年的变迁 一直到日治时期施行的礼藩政策 让部落产生更为剧烈的空间变动 也影响行政区域的划分 新受今日多数原住民村里 一村数个部落的样貌 而金轮也是其一 在整个金轮村呢 总共是有五个部落 来去做成一个整个金轮村的架构 那金轮村这边有贾富格部落 甘纳顿部落 然后加伦加伦 然后再来是阿美族的吉拉荣爱 然后温泉的巴兰伊朗伊 于吉拉荣爱部落 温泉巴兰伊朗伊部落有明显的分野 当地人所称的金轮社区 是指从旧省道到兵茂国中之间的区域 族人称之为甘纳顿 据传是因为一种叫鸡母猪的植物而得名 主要是由甘纳顿 贾富格 达鲁达鲁三个部落 陆续迁移组成 蔡和志伏夫是甘纳顿传统领袖家族的成员 原委掌门的他 婚后传为给弟弟 他对部落搬迁的过程仍有印象 同一时期迁移至此地的还有贾富格部落 他们与北南族社群关系密切 据资料显示 三个部落中迁移户数最多的 就是贾富格部落 他们在讲的鲁巴港就是山河 就是台东 靠近台马里再过去 像我爸爸的口述 他是听我曾祖母的讲法 就是说你们是从大武山下来 变成说是两个家族 合起来的一个家族 贾富格 贾富格 贾富格就是木星的意思 就是木头木星 然后老人家是有个口述说 那个时候的族人们 在迁徙的时候 迁到贾富格这个地方 那他们就要开始盖房子 他们砍下来盖的时候 几个月没多久时间 这个木星就发芽了 砍下来还发芽 那他们就觉得说 选对这个地方 就说这地方可能很富饶 那他们就取这个地 这个地名叫 就是取叫贾富格 那这个部落叫做贾富格 后来就遇到日本政府 那日本政府就希望 其实是周遭的这些部落 这些部落签到这个地方 就他们说清到李汝啦 李汝其实是平地的意思啦 就清到现在的金伦村 无论是李汝还是贾富格 地名的变动 隐含了历史的更迭 也造就族人的地方认同 多元而分杂 来自德鲁德鲁的传统领袖 高市张头目 在70年代 举家迁移至金伦 成为金伦的第三个部落领袖 考量生活与小孩就学 为便利性而搬到金伦的 高市张大妈 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后盗者 便很低调的 在金伦展开新生活 刚才你们说 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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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我是怎么 我不敢讲 不好意思 没想到 对 因为这边是老村庄嘛 我们外人过来就帮过来 我们这边就不好意思啊 那应该但这边是伟大嘛 高市张大妈在新居地 不高台自己 每年收获季 也仅是在自家 宴请达楼达楼的族人 然而传统的文化技艺 是以领袖家族为中心 金伦仍有许多达楼达楼的子民 期盼参与属于自己宗族的 祭仪活动 于是高市张大妈 他秉持排灣族尊重領袖及謙虛互助的傳統精神 對於能否在新居地使用自己領袖家族的頭銜 他先去徵詢了經倫其他兩位宗族領袖的意見 在獲得其他領袖同意之後 許多族人敢配於高市長噶媽的精神 於是協助他一同找回傳統領袖的地位與權威 並恢復了宗族的記憶活動 繼續傳承Daludalum的宗族文化 除了原住民族 經倫社區還有陸續遷來的閩南以及外省族群 非我族類齊心必毅 面對不同族群的不理解 排擠與仇恨的產生成了必然 似乎只有時間可以淡化彼此之間的衝突 其實因為民族性的關係 地域性的關係 大家的那個融合程度其實沒有那麼好 有的時候在過去 平地的人可能當地的平地人跟原住民 還是會打架這樣 或者跟阿美族的 或者跟溫泉的 甚至跟鄰近部落的兵貌的 以前都常常有 就是會有鬥毆的情況 但是到現在已經時間過那麼久了 大家都已經可以很平和地互相相處了 平和相處的背後也是需要付出一番努力 曾擔任過青年會會長的智偉村長 這一天在政大擔任客座講師 也為學生們講述這一段歷史 金人村有一個學校兵貌國中 這些鄰近的學生 這些鄰近部落的學生都要堵那裡 堵在一個地方的時候 都會被當地人欺負或者是霸禮 還要被叫到那個門口旁邊罰上 反正要唱國歌 國歌也不能從前面唱 歌詞要從後面唱到前面 他就跟我說 我到現在我都還會唱 各部落的會長當時要求 你一定要道歉 所以我就站起來 先跟大家說 我就說 雖然那些事情都不是我做的 但是 但是我身為金人村的這個青年會的會長 我還是跟各個部落的會長 青年會對不起 隨著文化意識的抬頭 青年會在部落中的定位一發重要 阿咧 阿咧 今天要去做狼煙行動的目的其實就是 為了守住獵人的榮譽 110年的3月中旬 金倫青年會在青年會所前升起了狼煙 這次活動與其他族人團體串聯 是為了要聲援獵人王光璐打獵案 申請釋憲一試 此次釋憲申請 主要是檢視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與野生動物保育法中 針對族人僅能使用自製獵槍打獵 以及族人僅能在特定時間空間打獵的規定 是否為考量原住民文化權而違憲 我們的語言有失了 我們的傳統文化也沒有了 我們還有什麼看留下的給後面 給後代的 视线的过程是一场价值争论的赛场 看似是在保护原住民族文化 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利益中拉锯 然而部落的传统领袖与哥哥们 用切身的经验教导青年人 重视狩猎文化与环境保护 并非二元对立 希望我们青年会的所有的年轻人 都要牢牢记者 狩猎本来就是我们原住民的权利 不能被政府所宽限住 不能被政府所剥夺 更重要的一点 狩猎我们真正原住民的猎人 他不是浪杀 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只要动物在繁衍起 我们是不会去猎杀动物的 其实第一次跟长辈上去打猎的时候 他不是教你打猎 他是教你智慧 教你山林的规则 教你一些禁忌 让你认识自己的部落 认识自己的传统领域 这个过程中其实漫长 他不会直接叫你拿着枪 或是叫你去干嘛 你一定是陪着他在旁边 他叫你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所以时间久了 那个猎人觉得你表现得不错 你游泳可以照顾到部落的那种精神 那种灵魂 他才会教你 愿意教你狩猎技巧 而你学到狩猎技巧 不是只有自己学会 而是说你捕到的猎物 是会懂得分享给部落的人 在任何场 任何时间上 不管是昏桑起庆 还是祭典 此去声援活动 在部落独有的约舞中结束 然而文化传承的工作并未止息 把他灌后的年轻人都是要帮忙 比如说生病啊 要带到医生啊 结果我们在家里倒了 结果青年服务队的人 通通我们这边就会敲钟啊 队长会敲钟啊 就一个一个村 村落部落那边去看看 有没有 那时候都是某丑屋嘛 看看哪一个地方有岛 或者怎么样 他们都会去帮忙 这股青年的力量 曾隐没在国民政府 山地平地化政策 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 然而一场莫拉克风灾 让部落重新正视青年 对于部落的重要性 为部落服务这件事情 这也是在我当青年会的会长的时候 一直跟年轻人讲的 不要觉得很累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人去做的话 那整个部落它的生命力是不够的 在部落的一羽 坐落了一排巴巴风灾后 重建的永久屋 其中传来可爱的问候声 划破了空气中的静谧 这里是甘子伦文化生态发展协会 所开设的客服班 专职的老师小青是苗栗人 因为喜欢上这片土地 留在了金轮 在苗栗的工作结束 想要再回来台东一阵子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 在金轮的一个民宿打工换宿 然后原本只是预计待个 大概一个半月 结果没想到 我就留到了现在快两年 就是看着我老板 然后村长他们做的 为部落做的一些事情 就想要跟着他们一起做 为部落服务的理念 吸引了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曾经在甘子伦协会客服班 服务三年的允锐来自台北 如今因为教友的身份 在部落的真烟书教会担任老师 他也说出了他的观察 在陪伴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这些小孩子 其实是很需要有一个人 看他写 就是陪他 然后他可能写作业 不会的也没关系 就是听他聊一聊生活的琐事 跟他建立一些这种 可以聊天的情感 其实这样就好了 陪伴是客服班开设的主要目的 先兼甘子伦协会理事长的 志伟村长 也试着引入文化教学 希望能让孩子学习部落文化 我觉得小朋友 还是要从教育里面 去养成他们的一些良好的习惯 然后也要从传统的文化教育里面 去认识他们自己身为排湾族 这样子的一个人 部落还有一个场域 可以学习排湾族的文化知识 对 是这次过年以前的 要不要 为什么我会想做这个 就是因为我们金轮 金轮溪流域是捞鱼的 以前我看长辈他当然没有那么小 他整个捞的鱼都会放在里面 那我觉得他们在编的时候 也开始在讲他们过去捞鱼的时候的记忆 我们也许不是很厉害的公司画图的 可是他们有概念就好 这个其中我要介绍的是这个 这个很特别对不对 一看就知道对不对 他有问我说 我可以自己创作吗 我说可以啊 他说我不一定要画琉璃 当然啊 他说因为我觉得我是客家 我想要用我的碎画布 来去表示我的灯笼 我说当然可以啊 所以其实我们金轮本来就是这样 足取融合的地方 到现在还有很多长辈 并不知道文件站是什么 如果过去我们再去家访 我们说走吧 我们去上课 他听到上课 我看不懂字 我不会写字上课 他就不要 就会害怕 为了消除长辈们 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排斥心理 照服员熟悉与树贤费尽心思 决定先从长辈们熟悉的事物开始 希望能先以具在地特色的餐食 吸引长辈前来 在我的观念里面来讲 我觉得一个长辈的餐食很重要 尤其他万一是独牢 可能他一天当中 我会去想中餐是他最期待的 这是我一定要努力的部分 所以在这部分 我们的伙伴就付出最多 像现在我们也很鼓励 展辈他们自己种菜 带到我们文件站 然后让我们都能够 随时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蔬菜 餐食服务之外 他们以教学相长的概念 用心设计了兼具文化素养 与实用性高的课程 并在文化知识建构 与促进健康之外 提升长辈的自信心 他们的改变就是 他们也会觉得说 原来我做这个东西很重要 也许以前只是在打发时间 现在我可以因为这样子 站在台上讲课 以前他很不敢的 不会啦 不要啦 随便啦 可是现在刚才 他就会这样 阿姨 我们都不会你来教 有些东西你不讲不行 我很想学啊 类似这样 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上台讲 他们下面等于会讲 对对对 要这样要那样 整个班级的氛围就不一样 这优越料表 其实不管我在日照的时候 在任何地方都会用到这个表 然后当我看到这个表里面 我想请问长辈说 请问你目前生活 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对基本上的生活 有没有满意 其实长辈根本提问 什么叫做基本上的生活上满意 都是好大的问题 你是否觉得 你现在活得很没有价值 所以你说这个 怎么问老人家问你 对 也不见得理解 但我问你是否觉得精力充沛 我说我有八个孩子 那还有一个什么 你的经济喔 而且它的用词 翻译的用词 都是经过大家讨论 比如说到底忧郁 或者是我们讲基本上满意 这个到底怎么用词 我们排王主要怎么用啊 什么叫做基本上满意 所以都是老师就会问大家 在座的每个人 你们觉得怎么样用啊 同意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词 那现在我跟老师的目标就是 看今年度如果可以 我们就会出一本排王 排王足语版的忧郁亮表 来提供给大家有需要用到的 文件帐这个地方 大家不要把它当成是照顾老人家的地方 其实文件帐它是一个智囊宝库 老人家存在那边 所有的智慧就在那里 文件帐我们应该 要把它当作一个平台 让部落孩子年轻人 能够主动进到文件帐里面 来去跟老人家询问过去的事情 或者是聊天 然后吸取知识 甚至把老人家带出来 我是超普文件帐的赵福元雅婷 今天带长辈来这边 就是做一些双东的交流 就是透过我们就是 一样是排王足的文化 可是就是透过我们同样的族群 可是又有不一样的文化 今天很高兴 有我们三个文件帐 在这边一起做这个联谊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你看马上我们有这个 伯父两个人就相认了 起立一下 两个我们一个超普的 跟我们金轮的 他们两个原来是嘎叔叔 三十年没有见面了 横跨台东与屏东 跨二东的文件站交流活动 首次举办就惊喜连连 久违的情人相遇 并结交新朋友 到后来的团康活动与餐序 让此次的联谊 更显得意犹未尽 今天我们带的那个 Ginawa就是我们自己 在地的包法 因为我自己也有去过 东台湾的 他们的那个内容 又跟我们的不太一样 在一个晴朗的周六上午 空气中有了一丝夏天的味道 金轮天主堂聚集了一群特别的年轻人 他们是来自附近堂区的青少年及青年 他们舍弃了周末的休闲时光 选择来参加拜苦录 这是一个轻人掌战剩 阿尔各事 在这些时候我就是西满 凡我为这些小兄弟所做的上句 其实都是为你做的 求你全联会 有什么不说一句 学乎真诚中学家 因为我们人犯了罪 使我们跟天父分开 我们的原祖父母他们犯了这个罪 让原本我们是属于在天堂里面的 因为他们这样我们跟天主分开 但是天主非常爱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也回到他的父的家 那怎么回去呢 他透过他的孩子背这个十字架 我们可以透过耶稣的十字架走到天父那里去 所以今天是一个带领青年做一个反思 做一个默想 拜苦路也称作苦路敬礼 主要是希望信徒们 藉由重现耶稣背上十字架游接的过程 并在祷告中一同感受耶稣基督为拯救人 所经历过的苦难 更重要的是透过他的定死即复活 感念耶稣基督对人的救赎 也期盼能在圣灵的引导下经历耶稣的致死 让我们里面的人得以更新 并且在生活中有具体的回应行动 因着基督耶稣复活的信仰 这些青年人借由走苦路的过程 带给自己承受苦难的勇气 让他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 都有无尽的盼望 因为我是被我的阿嬷从小带大 然后都叫我们去教会这样子 因为阿嬷的信仰很深 所以我们都跟着她 所以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也是蛮多的 所以我很开心 我是天主教徒 应该算是一种警醒吧 就是我犯罪了 然后就会想到耶稣 祂为了我们被定在十字架上 那祂定在十字架上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免除我们的罪恶 然后我只要犯罪 就会想到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不会犯 就是会想到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苦路 耶稣背祂的十字架 我们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一起跟耶稣背 耶稣陪伴我们 让我们可以体验那个复活的生命 在金伦部落里 有一栋非常醒目的建筑物 这里是天主教会 金伦堂区圣若瑟教堂 教堂的外围 带上插着羽毛的头饰 内部成设则满是 排湾族的文化元素 像是十字架上的耶稣 圣母与圣若瑟雕像 皆身着排湾族传统服饰 彩绘窗诉说了排湾族的 百步蛇起源与圣经故事 而祭台的木雕 刻画出排湾族的文化哲学 而门柱上的寿骨 排列出了金伦天主堂的建堂乌林 墙上还挂着乌衣包 与排湾族家屋的门楣雕刻 整座教堂就像是一间排湾族文物馆 也完美融合了排湾族文化与基督信仰 来自印尼的蔡恩宗神父 14年前来到了金伦 当时的圣堂已经有50年的历史 自2005年开始 他号召部落的教友一同修建教堂 原本他想要仿造欧洲的形式 但却因为顾及老人家 一个转念兴起了重新设计教堂的念头 因为这个时代我认为 教会应该跟奔地的文化融入 也是要榨根嘛 我的观念保留我们的文化 所以在这个教堂里面 我各种各样的 我们排湾族的文化我保留 如果说建筑形式是族群生活的内涵 语言则承载了族群的精神内涵 它是文化的根基 也是文化的结晶 蔡恩宗神父有感于排湾族语的流失 他开始致力于族语的传承 他在前人的基础下 以及众弟兄姊妹的协助之下 历经了14年 完成四本经书的翻译工作 因为我们也看了老人一个一个做掉了 那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保留文字 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东西 从这些老人的智慧 所以我开始的时候 把教会的社部呼应翻译 后来我们又做了密撒经本 老人帮忙我们翻译 我们的祈祷所证 那祈祷所证结束了我们的圣课本 那这个圣课本我认为很重要 因为很多在里面是故调的 你文化那么厉害 但是没有留下文字结束了 所以我开始的时候 把教会的社部呼应翻译 教堂房的教室传来了整齐画一的读经声 这是天主堂开设的足语读经班 弟兄姊妹在此研读足语圣经 一同讨论词句翻译的准确性 也为日后以四本翻译经书为基础的排湾足语字典编撰工作 打下厚实的根基 我们不太清楚了吗 一样的模仿返校 可是在不同的意涵里去说它 把教堂房是一个做好一个东西 像雕刻好了 要做三十一年金的玛丽 把教堂房是什么样 就是照着它学 把教堂房就是跟着它学 不一样 把教堂房有一点动词的意思 对 把教堂房 你跟着我学 在着我做这样 母语是妈妈的语言 那现在妈妈都不会这个语言 你要要求什么 蔡神父努力的成果 对足语的保存及发展来说 弥足珍贵 他也语重心长地表示 族人应该都要为足语的延续 尽一份心力 我们的孩子们如果从小的 家人一直讲母语 他的母语很好 所以如果要改变 这个意图要改变 从我们的家开始 就这个大扶床是因为阳光是免费的啊 我就很喜欢那个阳光照进来的那个感觉 好 昨天都没看到你 就想说 都应该是去去走走 对 不是你走 好 是啊 这边其实慢慢流 对 对 走到那个高凉 真的 你走到高凉 可以走 对 你的脸很好 你脸很好 那才三公里 好 谢谢你 好 小心 谢谢你 好 再见 拜拜 好 有空来 好 好 以后还会再来 好 一定要来 对 再打电话给大家 热情爽朗的多美 是来自长宾的阿美族媳妇 十几年前嫁来金轮 一直破了洞的网袋背包 开启了他对排湾族羊角钩手工艺的浓厚兴趣 羊角钩针法可以勾制出不易脱线的包包 虽然说比起一般钩针来得耗时 但它的耐用程度高 轻压于排湾族的羊角钩百年计法 都没跟着在地骑劳深入学习羊角钩手艺 学艺有成 甚至成立了工作坊 限制屋 羊角钩顾名思义就是用针的羊角制作钩针 桌上的羊角是多美的先生过去打猎时的战利品 但羊角已越来越稀少 且现在已有了铁针作为替代品 我服务他们以前就是用这样的钩织 在以前还没有铁制品的时候 其实服务他们就是用长宗山羊直接套进来 这样直接把它就像这样子弄在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整个都是平面的没有这两个 这是后来我们跟几个老师或者是我们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 去把它把它转变出来的 所以以前的服务他们是用这个 那现在是用铁制品 是因为现在这个找不到啦 长宗山羊没有人要去狩猎 没有人要去放恋爱啦 对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铁制品 有没有人要去看 真的有没有人要去看 对 勾针就是整个就会你一拉 它就整个就虚掉了 羊角勾不是 羊角勾针就是 就像你刚刚跟您说的 它是整个整个作品 它勾针了之后 就算它破掉 它就会固定在这个地方 可是勾针的话 你一拉開它就拉掉了 是這樣 所以它中間如果破掉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就是一拉就拉開 可是這個不是 它就固定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剛打的時候都是一個死結 最主要是它很費工 因為當你的網目變大小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再把它拆掉 它不像一般勾針 它就一開拉就開了 可是這個還要慢慢的剝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就是在學這個的時候 然後它的大小洞不一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我不想再開了 那就直接剪掉 又從頭開始這樣 第一個作品它非常的難看 然後因為都大大小小 那在做第二個作品的時候 這個都是趁我兒子 那時候我兒子大概三歲 趁他睡覺的時候趕快編的 因為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你就不能編 你就不能勾姿 因為你一勾姿 這個勾姿很利 所以都是在他睡覺的時候完成的 使用羊腳勾姿廢時 部落裡沒有多少人有意願教授或學習 眼界羊腳勾技法或許會失傳 多美著急的想要推廣羊腳勾技藝 他在空檔之餘到附近學校 與文件站等機構傳授羊腳勾技法 也希望能夠傳承羊腳勾技藝 也希望能夠傳承羊腳勾技藝 我在傳承這個羊腳勾技藝的時候 我去問部落的那些 我很認真跟他們學習的那些部落 就問部落就說 部落就說 部落我要去教這個可以嗎 可以啦隨便啦都可以 我的孩子都不想學了這樣 他就說你要教嗎很好啊這樣 我說可是我阿美組呢 他就說沒關係啦有人學有人會就好了 這樣我很感動 我覺得這個認同感是我很開心的地方 因為畢竟我覺得在學習這個技法 我讓部落他們看到我的用心 用心學習換來一生的好記憶 卻無處可發揚 多美說出了他心中的擔憂 沒有人要學呢 怎麼辦呢 我說真的 我很隱憂耶 因為新知屋成立三年 在這個地方只有兩個學生願意 我是以一個自己本身嫁過來的一個想法 去想這件事情 因為排完族的羊角溝技法 這個百年歷史 應該是要由自己的排完族的孩子 來去做這個技法的一個延續 所以我還希望部落的青年會的青年 或者是少女們能夠再來 來現知屋來學習這個技法 能夠讓羊角溝這樣的一個技法 或像未來我們草藥這樣的一個傳統知識 能夠讓更多人能夠了解 了解到我們原住民的一個傳統技法的一個價值在 好 多久不再吃 沒關係 我們要不要 我叫江英梅 我是金倫村的 山地名 原住民的名字是嘎魚 接受訪問時勉腆而害羞 她是英美大姐 在採訪期間曾協助我們翻譯 也意外得知她豐富精彩的故事 這是她年輕時的相片 別人的背景通常是鳥語花香 英美大姐卻嘗試大客車相伴 因為她是一名職業大客車司機 小孩都長大 差不多堵國中 保女兒堵國中的時候 我就第二度就去加油站上班 然後加油站上班之後 就去開那個了 那個幼稚園的校車 最小的那個小孩子出去 堵那個什麼路徑專科的時候 我就去開客院 差不多開四年 四年的時候我就去開那個頭車有關車 從幼稚園校車一路開到職業連結車 她有感於男女薪酬的差距 力求突破性別框架 成為台東地區第一位女性連結車司機 我們女孩子啦 做這麼辛苦工作也不是說那個嘛 也不是說輸男人為什麼薪水總比男人低 我就想說那我乾脆去跟男人搶工作 近年來她在閒暇之餘學習烘焙 也因為先生狩獵回來的山豬獵牙 食入了另外一條人生道路 應該也是被激吧 因為她跟我說我們留著幹嘛 你們又不會做 想說那我就做看看 結果沒想到說做起來就滿有興趣的 結果我做這個很快 我這樣一次可以就做好幾組這樣子的 因為如果我們在打那個山豬獵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被打壞 它明明就三顆就像這樣要三 有時候被打到剩兩顆 我就想說 我就在那邊構想說這個又能做什麼 然後我就拿來放在手之內 還很漂亮 那時候還沒給它串成 這樣就放在手 又很特別 這樣我又把它 我才想到又做個戒指出來 然後就這個手黃了 把它做這樣子 我就說一組都很好看 每個人都看到說這個真的很特別 有人出過價錢 可是我一直都不講話 還捨不得賣 英美姐以山豬獵牙製作飾品 自然素材與工藝美學結合 作品溫潤之樸又不失硬朗大氣 就像他的人一樣 我就覺得我的人生很快樂 我很看得開 因為我常常跟他們講 我說人生這麼辛苦了幹嘛想那麼多 我講說快樂就好 做喜歡自己的 做喜歡自己想做的 我常這樣跟他們講 是啊 我都跟我的小孩子這樣講 我說你不要去干涉別人 也不要那個 也不要那個 就是做自己的快樂就好這樣 微良的清晨 教練站在宿舍門前 招聚球員精神喊話 這一天我們坐上英美姐駕駛的專車 陪著她送冰帽國中棒球隊的孩子們 到台東市去參加比賽 小球員們臉上透露出一絲緊張神情 並抓緊時間小氣 準備迎接下一場挑戰 比賽只是一種過程 他們在上場之前 已經受了許多嚴苛的訓練 當初這個冰帽國中這個球隊 它也是一個算是社團性質的球隊 那我來的時候 學生裡面的 他們的球員的能力 就是支持 其實也都不是說很好 因為大部分都不是有打過球 國小沒有 沒有經歷過訓練過的選手 一開始的時候 說實在的是 就是很慘 就是比賽都 差不多二三十分在跑 很像在打籃球一樣 可能四局三局就結束了 慢慢後面的目標就是 就是盡量的 不要被提前結束嘛 我們從三十分 然後慢慢減少到二十分 慢慢減少到十分 再來到個位數 再來到贏球 這就是我這幾年 六年來慢慢的經歷的過程 我為什麼要打籃球 是因為親戚 很多人在打籃球 才開始被他們影響 才在2019的時候 開始加入籃球隊 一開始 寶寶要來台東 他要來這裡創業 然後這裡的籃球 又發展得比較好 我記得那一場 那一場真的 讓我記憶滿深刻的 因為其中有一個學生 他竟然比完賽 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教練 我可以 我可以集合大家嗎 我說有什麼事 我想跟大家講話 對他說 好啊那你集合 然後他就 大家都集合囉 大家都集合 然後他就跟大家敬禮 說謝謝大家這樣 他就哭了 他說謝謝大家 他說我這三年 打籃球這三年 終於贏了一場比賽 然後他說聽了感動 快哭了 自己也快哭了 他說 我說哇 他終於贏了一場比賽 謝謝大家 大武山生態教育館 那大武山生態教育館 設置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展示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的生物多樣性以及人文之美 所以在我們的一樓呢 有設置原住民文物展示室 那在二樓是介紹大武山自然保留區 保留區裡面的生物多樣性 而且從低中高海拔呢 讓民眾能夠更了解這個大武山保留區設置的重要性 那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呢 它是我們全台灣最大的自然保留區 它面積有四萬七千公頃 那我們一樓這邊呢 最主要介紹的 就是居住在大武山自然保留區裡面的 排灣族跟盧凱族 這兩個族群的文物做展示與介紹 排灣族跟盧凱族呢 因為市居在這個大武山的左右兩側 所以它所衍生出來的文化非常的相似 很多人沒有辦法分辨到底 排灣族跟盧凱族有什麼不同 那現在我來為大家做介紹 那其實排灣族跟盧凱族呢 要怎麼區別呢 從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有 從四個地方可以分辨 第一個就是語言的不同 那第二個不同呢 就是我們部落的組成 第三個不同呢 就是我們的祭典的不同 那第四個不同呢 就是我們的服裝的不同 因為我們的祖先說 我們人死亡之後呢 會經過三次的輪迴 第一次會變成百步蛇 那百步蛇長大的時候 它就越粗越短 越粗越短 到時候就長出翅膀 就變成天上飛的雄鷹 那再來就是我們人死亡之後呢 最後的眼淚呢 它會跑到這個竹子裡面 它就會順著這個竹節 一節一節的往天上去升華 所以我們的獵人呢 他們去山上打獵 他們只要砍這個竹子 有水跑出來的 他絕對不會喝 然後我們的公益師呢 去砍這個竹子 只要有水跑出來的 他絕對不會把這個竹子帶回家 做成這個生活器具 或者這個樂器 那這就是我們排完族很古老的一個樂器 它就是一個竹節直接打洞 它就可以吹奏了 生態教育館這邊呢 也提供給各機關團體 還有學校來做生態保育 或者是環境自然教育的 這方面的一個訓練課程 通常呢 在學校會辦理一些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來到生態教育館 可以讓我們更多的學生 能夠認識屬於大武山自然保育區 這樣子的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 地中高海拔一個生物多樣性的環境 那讓更多人一起去做一個 生態保育一個保育工作的一個兼兵 歡迎大家來到大武山生態教育館 這裡呢就是我們的大武山生態 中高地海拔 裡面到底有多少豐富的資源呢 裡面人類的行為包含動物 所有所造成的一些問題 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呢 我們用阿雄尋報記憶這個故事 來帶領大家一起走入大武山生態 現在呢有請阿雄帶領我們 Let's go 這裡到底什麼地方呢 我們看一下右上方 在右上方的位置呢 我們看到阿豹 那阿雄找阿豹要找到樹林裡面嗎 我們找到了這一片森林 這片森林我們看到了張樹 其實呢 這也就是我們雲豹最喜歡的地方 因為他喜歡張樹 也喜歡在張樹的樹林上 來做一個運動穿梭 奇怪的是 但是在我們這個大武山生態裡面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 張樹越來越少 棲息地也越來越小 所以呢 雲豹到底去哪邊了呢 阿雄阿雄走走走走走走走 他累了 於是呢 他睡著了 睡到樹幹的旁邊呢 真的累到累到做了一個白日夢 他夢到跟雲豹呢 玩在一起 從小到大一直玩玩玩 玩得非常非常的快樂 於是呢 他以為他找到雲豹了 醒過來一看 哇 怎麼那麼多子斑蝶 子斑蝶 子斑蝶 你在空中飛 有沒有看到我的好朋友雲豹啊 他們說沒有沒有 喂 穿三甲你在幹嘛 穿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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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熊呢就拉著穿三甲 就問 穿三甲你到底在幹嘛 欸 黑熊 我在挖我的好朋友白蟻出來呀 我說那你在挖他幹嘛 因為穿三甲他沒有牙齒 他用舌頭去吃螞蟻 那你在幹嘛 黑熊就告訴穿三甲說 因為我找不到我的好朋友啊 所以我繼續到處找著他 欸 黑熊呢 爬到了高海拔地區 欸 黑熊呢很好奇地 看到了研究員 欸 研究員啊你在幹嘛 怎麼跑來這邊 帶著飾飲器材還一堆器具啊 研究員就跟黑熊講說 我們花了13年 我相信黑熊你也花了很長的時間 說實在話 研究員就跟黑熊講說 我們真的找不到你的好朋友 音報最後呢 當然還是留給黑熊的一個禮物喔 來看看他寫了什麼信呢 來看這邊 他寫著說 親愛的阿熊 對不起 因為不太會畫畫又偷懶 所以把你的身體畫成黑色 我想了很久 決定找彩虹畫畫 找彩虹畫畫呢 在幫你跟我畫的一模一樣 這就是我們黑熊呢 跟雲豹的故事 也是藉由黑熊跟雲豹的故事呢 告訴大家 除了尊重生命之外 也要愛護大自然 不要砍伐 不要破壞 森林才有它無限的生命 地球只有一顆 所以我們身處在這個環境上面 如果你破壞了 就失去了地球 甘納倫 賈富戈 達魯達魯 以及其他族群 共同生活在金倫社區 各自保有傳統的內涵 卻也形塑出新的地域樣貌 呈現多元文化的繽紛美麗 就像金母豬一樣 自然 耀眼 燦爛 我予以為龍 作詞・佳宮 亭道 作詞・佳宮 作詞・佳宮 作詞・佳宮